另外带你来看到花东快速道路可行性评估的重启 也重新燃起花东民众对改善区域交通的希望 公路总局四公处今天在狱里举办第四场次的说明会 地方各界更加关注提出建言 公路局也逐一会诊纳入参考 立委傅昆奇也向民众喊话 团结共事才能加速花东快推动作业速度 公路总局花东快可行性评估重启案 玉里厂四地方说明会 南区三乡镇地方各界踊跃参与集满会场 对于玉里道副里段路廊规划及道路服务配置 提出诸多意见交流讨论 不要因为某一小段的居民有看有什么增收的问题 就怎么计划的延迟这样 那在做十年二十年都干不起来 在往北宋的时候就是我们南区 尤其片枪包括玉里副里阻析这些片枪的一个生命线 0918地震之后 时尚地板破裂期在那个客户道 玉里道长梁这一段都我们的路底路廊的东西的错误 这部分也建议并在头 花东快玉里道副里段路廊避开地震带敏感区 尽量以国有地才土体直接僻建 建制交流道在总长174公里的中段 也就是玉里镇配置一个服务区 地方各界也高度关注 那这样的人只要到总区可以结合地方一来产业的发展 那我相信留工总区 总区里面的历史是这样的 这个是比较新的历史的 所以我根本建议应该服务区 要有机会服务到我们复理箱 规划公司强调这一次琢磨在震惊 聚落产业发展以及医疗安全生命价值的维护为主 提高花东快辟建可行性 与会各界代表也纷纷赞同 更期盼花东快的美梦能尽早实现 那最主要第一个影响到 就是大家的运输成本都会增加非常多 所以这个山道路如果能够建成的话 对我们的领域是有非常有打击的 在我们花多要军心外面 要节省很多的时间 这个也是什么事情都会慢慢来 所以这个要起也是不可能 山道路也是非常非常久了 对不对 同时呢在我们的四乡镇 在我们这个花林县最偏远的南区呢 我们需要它业快 产业业快的来巴拿 公路总局从花林秀林凤林光复 到玉里共识厂次的说明会 每一场都亲自出马的立委 傅昆琪肯定地方乡亲的意见及支持 他已推动苏花岸的切身之痛 呼吁地方乡亲团结一致 才能加速花东快的推动精度 我们需要完成这个北京平估 不要像上次搞了 搞了四年才说 我们现在从前说 应对要做 也所得 这样大家关心 所以 现在真的是想说明会办法 我们就会不许行建议 跟教育 而且当时的平估 是多少钱 大家知道 当时是一千一 现在多少钱 两千三百一 在座 在库陆远 在库陆远 所以 我们就是尽快 到乡亲了解 参与 我们尽快的 要推动 计划在花莲 办理五场 地方说明会的公路总局 最后一场将在 8月14号 在花莲市登场 主持说明会的公路总局 市公处副处长 陈伯辰表示 不论是现场 还是书面提出的意见 都将会诊 一并纳入期末报告研议 让花冬块的僻贱 更能符合在地的需求 记者是玉兰 玉体正采访报道 对 这 这 就是 是